欢迎收听coco早餐 北京的最近大陆影视最新发展情况 那这个电视现在有走皮的状况吗 皮是皮弱的皮 电影的技术水准呢 在麦若鱼的观察当中倒是非常整齐的 那这个若鱼呢有脸书常常评论 他的这个看电影的感想 那当然也有他的部落格在脸书上 常常我会看到我们以前的朋友跟同事 大家一起阅读呢 评赏他的文章 那在脸书上面呢 这个各位也可以去找来看 就是老麦看电影 那这个是若鱼的脸书 那在每个礼拜五的这个单元当中 崭新观点看两岸 我们非常谢谢On the Road旅读中国杂志 这个每个月提供我们听众朋友有五本的杂志 免费供您珍藏 那也免费的这个提供给大家 到大陆上呢 是来讨论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两岸的之间的议题 好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再来听若鱼的专业的这个他的评论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这个展新观点看两岸之外 等一会儿新南向办公室的主任黄志芳先生 要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 什么叫做新南向办公室 而国台办呢已经针对台湾的新南境政策呢 这个给予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评论 他说失败的因见不远 记不记得 那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在唱衰的情况之下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黄志芳 据说还去学了越南语 他以前学过 我以前有个同学叫做吴建国 他现在应该是驻外大学 这个他的这个越南话讲的也非常棒 那当然驻这个东南亚的大使啊 或者说东南亚的这个外交工作人员 通常也会如此啊 各位知道像昨天我们在节目讲的 奥地利前驻台代表 他还十年当中在台湾还念了一个 国文研究所的博士呢 你就知道是学习是完全是在乎一心啊 那你要做外交呢 要他的语言的理解呢 是几乎是基本的一个是条件啊 才能够完成的 所谓的新南向将会发展什么样的 这个商机 而昨天我们节目里面也介绍了 这个电子商务网络事业的 这个创业者在 最近也有25家一起到了 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看 我们可以跟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怎么合作走南向 南向到底是哪些地区为主 而南近的东南亚这些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这个政治背景 它的区块分得非常的细碎 除了印度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人口跟中国差不多 市场很大 可是印度这个国家的治安不是很安定 它的市场怎么样去穿透等等 都请这个新南向办公室的 黄之芳主任来告诉大家 好我们今天来谈几个人 我想讲他们的名字 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了 叫做这个张前生 林文博 还有两位女性 游瑞敏跟洪慈雍 洪慈雍呢 她这个是一位新进的立法委员 当然动辄得救 而且也引发各界注意 不过这次她对于这个 一位蔡同学 就是当兵的这位 这个蔡信 这个日务生 她在这个军中 不幸失去生命 那之后呢 她到处为她的儿子来喊冤 那喊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有这个 有一段的时间里面呢 是她认为洪慈雍呢 对她的反应不是很好 那这个还公开的痛骂洪慈雍啊 结果洪慈雍是用比较低姿态的方式 而且是用沟通的方法啊 来跟这个蔡妈妈 这个尤瑞敏女士啊 来这个化解误解 结果昨天呢 两个人呢 就握手这个见面 而蔡妈妈这个尤瑞敏女士呢 她还公开的表示说 洪慈雍是非常认真的 有的时候 有些是误会 有些呢 有的时候呢 是成见 那但是洪慈雍当立法委员 年纪并不大啊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她可以用比较低调的 而且倾心啊 这个聆听的方式来处理 基本上来讲 我认为她做的非常的成熟 而且呢 非常值得年轻的从政者 或者是其他的公众人物 在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啊 这个是不太简单啊 因为事实上做立法委员 是还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立委 大家不要看她这个批判起 我们的官员来的时候 好像这个振振有词啊 可是到 整个的政策的理解啦 选民的服务等等啊 其实还是非常的体力耐力 跟她这个经历啊 都是智力啊 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哈 这位啊 呃 呃 尤瑞敏女士啊 这个是呃 大家叫她 呃 军冤妈妈 她的儿子叫做蔡学良 是在靶场当中 中枪身亡啊 那嗯 其实洪慈雍不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啊 那嗯 昨天呢 呃 洪慈雍是召开了军中冤案 跟不当处理 平反特别条例 呃 所以呃 用这个方式化解自己的危机 呃 像徐永明啊 黄国称啊 这个而且他是林家楼一手培养出来的人啊 对他的帮助 另外一对哈 令大家觉得呃 非常呃 这个呃 意外 但是呃 好像也不惊奇的 哈 两个人啊 当然就是冤家变亲家的日月光跟细品的两位老板 日月光的老板是张前生 细品的老板是林文博 昨天呢 他们宣布哈 成立产业控股公司 同时在美国跟台湾挂牌商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呃 是呃 日系ADR 昨天呢 双双大涨 那有外资评论 对封测业这个呃 台积电哈 就这样成行了 就是日跟细 日月光跟细品 他们呃 的这个呃 努力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里面哈 是呃 叫做日系控啊 那呃 是呃 前景仍然是有疑虑的 可是呃 嗯 过去为了日月光的 到底是恶意并购 还是哈 这个呃 是善意并购 吵着翻天啊 细品的员工啊 也都啊 出面来抗争 最后啊 由张前生表示完成了一个梦幻的组合 他认为是良性的竞争 而细品的林文博嗯 他说从去年八月到现在 那日月光跟细品的团队经历过许多冲突 你看两个公司啊呃 要能够这个冤家哈 这个解调 然后开始变成合作的这个 这个亲家啊 都要发花了大概在九个月的时间呢 何况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呃 文化价值观的呃 台湾跟中国这两个国家啊 所以呃 耐心跟哈沟通 恐怕还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呃 这个人跟人社会跟社会公司啊 其实就是人组合的相处之道 好这洪子庸哈 尤瑞敏林文博跟哈这个呃 张前生他们的新闻或许可以给我们哈 这个今天提点一下新闻上的亮点好 我们来最后三分钟来看一下呃 蔡英文跟林权政府的领导模式 这个领导模式当然就是大家都要交作业 看到没 在蔡英文哈 这个呃 点交了他的那个格魁林权之后呢 授权林权林权组合了格员 每个格员在5月20号上任之后都在交作业 在交作业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这个嗯 或许有的人就疏忽了沟通 跟疏忽了民意的评估 以及疏忽了横向的联系 像贺尘弹就受到了震撼的第一刻 贺尘弹先生他在礼拜天抛出国道免费 呃这个要取消这件事情 其实当天选民打爆了立法委员的电话 我认为其实选民也不是为了迎头小力 到现在为止 我仍能反对晚上取消国道收费 但是有些人他如果要开车回家 他认为做客运做公共运输对他并不方便 各位在我们的中南部的地方 其实离开了台北以外的地方 很少地方是有捷运的 贺尘弹部长可能没有想到 当他们做了客运 到了客运总站的时候 下来不向台北 这么容易的就有捷运坐 或是这么容易的就有公车坐 在我们的中南部的很多的地方 他在地在地的接驳上是有困难的 当现在贺尘弹部长的理由是尊重生命 这个理由大灾扣在帽子上面 好像不能反对 我们尊重贺尘弹 因为我认为他不是为了自私的理由 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想要突出名利 这个是第一个受到震撼的 一位交通部部长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大家向党中央抗争诸侯门 也就是地方首长跟党主席总统 打提出一些意见之后 国道横向收费 终于戈然终止 这就是民进党的第一炮